早餐吃什麼好? 今天介紹10款適合一家大小的健康早餐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燕燕斯媽媽Persela 今天為大家介紹10款的健康早餐 如果你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歡迎你訂閱,還有喜歡吃什麼早餐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第一款早餐介紹給大家就是牛油果醬多士 大家可以加一些炒蛋 平時吃多士很簡單 但是塗什麼醬好呢? 我會建議大家做一下這個牛油果醬 取代了牛油 會給大家一些健康的脂肪 其實炒蛋也是很方便 可以加一些黑胡椒在上面 大人小朋友都會喜歡的 除了炒蛋之外 大家也可以加一些水浸吞拿魚 作為一個蛋白質的來源 給一些加工的肉類 像火腿、香腸的健康 大家要留意 牛油果是比較高熱量 如果小朋友可能是四分之一 或者大人最多半個都足夠 下一款就是鮮果健康Pancake 小的小朋友來講 做了Pancake之後 加一些不同的鮮果 排成一些有趣的形狀 特別吸引小朋友去吃 另外Pancake粉可以加一些 荔麥、奇亞籽、阿麻籽粉 可以增加纖維和奧米加三脂肪酸的營養素 下一款的早餐就是香甜燕麥片 燕麥片因為是全谷類 和很飽肚 適合小朋友早上吃 上學 可以提供持久的能量 對大人來說有鋼膽固醇 還有飽肚控制食量的效果 選擇甜的燕麥片 可以加一些低糖的豆漿 或者低糖的飲品 記得選擇有加鈣 就可以讓小朋友有鈣質 另一種吃法 可以試鹹的燕麥片 其實鹹的燕麥片 那種口感也有點像難飯粥 可以加一些蔬菜 像南瓜 另外也可以加一些肉類 也可以直接煎一隻蛋 加一些雜菜 就是一個很健康飽肚的早餐 下一個選擇就是紅米粥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加一些紅米 或者你也可以加一些小米 泥膜進去 就會令普通一會的白粥 在營養價值大大提升 另外可以簡單加一些蛋白質 簡單如做蛋花粥 或者加一些免治肉 其實亞洲人裡面 都有很多是早上會吃粥 例如日本人 韓國人 好像這一碗就是韓式的粥 裡面都會加一些蔬菜 紅蘿蔔粒 這些就是令到整碗粥的顏色 也會比較吸引 還有營養價值也會提升 下次大家煮粥的時候 都可以嘗試加一些蔬菜 下一個健康早餐就是隔夜意麥 意麥片通常都是熱吃的 不過近年來很流行做隔夜意麥 事前一晚就是把一些意麥 加一些喜歡的飲品和奇亞籽 浸泡過夜之後 第二天就加一些喜歡的鮮果 加花生醬 或者蛋白粉去吃 當然不少可以加不同的鮮果去吃 隔夜意麥有些人會覺得 比較容易消化 因為意麥已經浸泡了一整晚 而且可以事前一晚做定 第二天就不用煮就可以有一個健康的早餐 我有一個影片說隔夜意麥 大家有時間去看看 下一款就是乳酪菊麥巴菲 這個材料包括低脂低糖乳酪 以及一些菊粒granola 再加一些鮮果做 早上如果小朋友簡單吃乳酪 就可以攝取一些鈣質 對他們的骨骼健康很重要 另外菊粒也可以提供粗纖維 維他命抗物質給小朋友 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將菊粒乳酪和鮮果層層搭 這樣做成的 下一個簡單健康的早餐 就是即食早餐麥片 早上趕著上學的時候 簡單加一些飲品 自己喜歡的早餐麥片就可以了 例子可以有一些粟米片 或者一些Cherios 或者混了雜果粒 一些早餐麥片都可以選擇 只要你選擇的時候 就是看看營養標籤 這樣選擇就可以了 這種早餐有一個好處 很多時候都會添加了 額外的維他命和抗物質 可以按著標籤去選擇需要補充的營養 下一款的健康早餐 就是高纖鵪裂早餐 雞蛋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以往很多朋友會怕膽固醇 但是近年說 雞蛋裡的膽固醇 其實對我們血液的膽固醇 影響都不大 裡面也有一些卵輪脂 對小朋友的記性可能會有幫助 大家不要忘記 再加一塊麵包給小朋友吃 就是可以提供能量的 下一款是雜菜番茄湯通粉 早上吃粉麵的話 意粉類好像通粉就是首選 因為意粉的升糖指數會較低 對小朋友來說 可以提供持久的能量 湯底可以用茄膏去做 另外大家記得多點放雜菜 也可以放一些豆 很健康的一天開始 番茄湯底會提供維他命A 對抵抗力 皮膚也有好處 下一款就是無麵粉餅乾 這些餅乾平時可以焗在這裡 早上上學 就這樣吃幾塊 加杯飲品就可以上學 這些餅乾是用燕麥片做的 你可以加入你喜歡的南瓜籽 或者不同的種子類 去增加營養素 所以營養是非常豐富的 大家對這個無麵粉餅乾 和介紹的早餐有沒有興趣 我會將部分的食譜 放在Patreon裡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也請支持營養師媽媽的Patreon 今天就聊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